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九窝去科普》,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古代,给有钱人做小妾,就能过上好日子吗? 点个订阅,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 在古代,给有钱人做小妾,就能过上好日子吗? 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男女地位悬殊,女性地位较低,很多女子为了生活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给有钱人做小妾,那么,这种方式真的能让女子过上好日子吗? 在封建社会,男子可以三妻四妾。 而女子只能从一而终,这种婚姻制度使得很多女子只能通过依附男性来生存,而给有钱人做小妾,无疑是一种较为稳妥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做小妾就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时期,虽然有钱人的小妾在物质生活上可能相对优越,但她们在精神上却受到了极大的压迫,她们往往要面对正式的排挤和欺负, 而且在家庭中的地位很低,没有任何话语权,同时,她们也要忍受丈夫的喜新厌旧,随时可能被抛弃。 这样的生活,真的能算得上是好日子吗?我们来看一些历史上的小妾,她们真的过上了好日子吗? 1.贾宝玉与西人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很多丫鬟和侍女,西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西人最初是贾母的丫鬟, 后来被贾母赐给贾宝玉做丫鬟,渐渐地成为了贾宝玉的小妾,虽然西人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满足,但她的精神世界却充满了痛苦, 她要时刻关注贾宝玉的情绪迎合她的喜好,而且在贾宝玉面前没有任何自尊可言。 最后,西人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选择了离开贾府。 2.薛宝钗与湘玉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的另一个女主角,她嫁给贾宝玉后成为了正式,而湘玉则是薛宝钗的丫鬟, 后来也被薛宝钗赐给贾宝玉做小妾。 湘玉的生活比起西人来说似乎更为悲惨,她不仅要忍受贾宝玉的折磨,还要受到薛宝钗的欺负。 最后,湘玉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选择了自尽。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给有钱人做小妾并不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这些女子在物质生活上可能相对优越,但在精神上却受到了极大的压迫, 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很低,没有任何话语权,要随时面临被抛弃的风险。 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古人有云,妾者,贱人之妻,妾之妃也。 意思是说,给有钱人家做小妾,在古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虽然这样做在古代,也是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 但是毕竟小妾只是妾里面的一个,而有钱人家的小妾数量, 其实并不少,甚至比自己老婆还要多。 因此,有的人会选择给有钱人家小妾,或者是自己老婆做小妾。 其实给有钱人家做小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真的按照古代人所说的那样去做, 是不是就会觉得十分委屈呢? 毕竟没有人会把一份希望寄托在自己老婆身上。 而古代的一些有钱人家,虽然都拥有一个自己的老婆, 但是并不都是真的非常爱自己的老婆, 虽然说给有钱人家做小妾有些可怜。 但是,如果真的把小妾生下了孩子, 那这个孩子也就是一个孩子了。 其实给有钱人家做小妾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首先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愿意嫁给你, 这样才能够为你生下孩子, 而且能够给你带来一定富贵。 而且这个时候在嫁过去之后, 也不能给你随意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圈子, 这个时候需要你付出自己的努力生活, 因此就有句话说, 娶妻不如娶狗。 也正是因为这样, 有的时候可能会被人笑话, 比如说给有钱人家做小妾生孩子的话, 那就只能自己在外面找个人去养。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这句话大家都听说过, 但是却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 如果给自己老婆做小妾会怎么样, 在古代来说, 这个问题其实是十分敏感的, 对于女性来说。 一旦她们被别人盯上了,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被对方看上, 而如果和自己的小妾在一起生活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要被丈夫嫌弃, 甚至还会被自己的小妾给害死, 而这些也就意味着, 自己以后不仅没有什么地位, 还可能在丈夫心中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古代有钱人家是会有等级质的, 因此很多有钱人家都是非常注重女子的地位问题的。 不过小妾在古代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男人可以娶多个小妾, 但是却不能娶多个小妾, 在古人眼中, 男人和小妾并不是两个概念。 因为和小妾一起生活的男人, 在古代被称作小妾, 而小妾在男人眼里则被称为小妾,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在古代过上好日子, 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对于男人而言, 小妾在生活上并不能得到满足而存在的, 因为在古代有钱人家的男人, 都是通过一些手段获得女人, 而在这些手段当中, 除了金钱以外, 就是妻子了, 如果被妻子所看上的话, 那么就会被修掉, 因此这样做的男人, 只会更加让人厌恶。 其实女子嫁给有钱人家, 就是嫁入豪门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给有钱人家当小妾, 其实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可能发生, 就比如在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男子, 他的妻子就是一个寡妇, 而且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普通人家, 这名女子就是在被强行霸占之后逃离了农村, 然后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家作为妾, 如果想要在古代嫁给有钱人家, 或者是自己小妾, 那么女子也是需要嫁入豪门之后才可以, 因为一旦女子嫁入豪门之后, 那么她就没有办法再出去工作, 或者是出去挣钱, 但是如果是没有被霸占过的女子, 那么她就可以通过自己不愁吃穿的生活条件, 嫁给一个有钱人家进行嫁妆, 或者是娶媳妇, 在古代娶媳妇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毕竟如果女子过不上好日子, 那么她就会很容易出现很多身体疾病, 而且要是遇到一些比较有钱人, 或者是自己娶回家的小妾, 那么她可能就会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一段时间, 甚至有可能会遭到别人不公平的对待, 在如此的社会大背景下, 男性地位不断飙升, 而女性的地位则遭到打压, 因此古代男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妻妻成群就是很好理解了, 毕竟当时的社会风气便是如此, 男性地位的一步步攀升, 话语权回到了男性的手中, 于是便对女性的地位开始了较长时期的打压, 他们为了限制女性的自由, 会将女性的脚用步子裹起来, 并且为女性立下诸多规则等, 男子女卑的社会风气便在这个时期兴起, 女人只能在家, 足不出户, 三从四得, 相夫教子已经成为评价女性的标准, 这种情况下导致女性的性格, 以及干活的能力逐渐下降, 况且还必须要求女性依附着男性生活, 其实纵观这千年的历史, 我们不难看出, 男子女卑的思想对女性的侵害是十分巨大的, 首先最直观的就是不公平, 大家都是吃两碗饭的人, 凭什么我就要给你下跪请安, 当然这是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而在古代, 这便是女子所修的德, 在那种社会风气下, 女性地位长时间受到打压, 逐渐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于是便会出现多位女性共同侍奉一位夫君,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男人刻意三妻四妾, 然而男性享受生活甜美, 女性则满满心酸泪, 悲凉生活尽显卑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女性被纳为妾之后,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们不得不拼命讨好男主人, 并且不停地为他生孩子, 虽然生下的孩子也不能叫自己母亲, 这是封建社会的悲哀, 也是女性的悲哀, 古代的封建社会, 有许多在现如今看来很难接受的事实,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 也是逼不得已的, 古代除了帝王之外, 那些贵族大臣, 达管显赫, 甚至平民百姓都是三妻四妾, 他们有的为了延续香火, 有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当然, 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认为所有给有钱人做小妾的女子都过得不好, 在古代社会, 也有一些女子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比如, 有些女子因为聪明才智或者美貌, 赢得了丈夫的宠爱, 成为了家庭的主宰, 但这毕竟只是少数, 大多数女子在给有钱人做小妾的过程中, 还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总之, 在古代社会, 给有钱人做小妾并不能保证过上好日子, 这种方式虽然可能带来物质上的满足, 但在精神上却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我们应该珍惜现代社会的平等和自由, 珍惜自己的人生,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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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